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战火很快燃烧到鸭鲁江边。 战争初期,美国十五个空军连队拥有作战飞机1100多架, 而中国空军仅有几架解放战争时期缴获的万国牌飞机。 因此,时任美国远东军总司令的麦克阿瑟狂妄地宣称, 中国根本没有空军。 然而,就在美国空军耀武扬威一个月后,形势突然发生了逆转。 中国空军驾驶着新型的米格十五战区, 与美国空军展开了激烈的空中对决。 在鸭鲁江南岸上空,打出了一条令美国军方文之色变的米格走廊。 以至于美国空军参谋长范登堡不得不下令没有护航的美军轰炸机不得进入米格走廊。 消息传到北京,毛主席非常高兴。 他在接见志愿军代表团的时候,甚至说道, 有了空军就好,空军万岁。 然而,短暂的兴奋过后,毛主席发出了这样的感叹。 我们的飞行员能够创造出米格走廊的奇迹, 但是他们什么时候才能够驾驶着我们自主研发生产的飞机呢? 很快在毛主席的指示下, 周恩来总理立刻着手创建中国航空工业的相关事宜。 中国人的航空梦也即刻启航了。 那么,新中国的航空工艺是如何从一球二百走向腾飞? 第一架自主研发设计飞机的背后, 究竟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 今天就为您解密。 1951年4月18日,中央正式发布通告, 宣布成立重工业部航空工业局, 代号第四局。 消息传开, 一个名叫徐顺瘦的年轻人兴奋异常。 参加工作以后嘛, 有一天我发现他特别高兴, 你问我说你到底今天有什么事呢? 他先没告诉我, 他说以后我可以为自己的国家设计飞机了。 照片上这位相貌堂堂, 气质儒雅的年轻人就是徐顺瘦, 十年三十四岁。 徐顺瘦呢, 出生于浙江无星一个知识分子家庭。 七七事变爆发以后呢, 刚刚从中学毕业的徐顺瘦, 抱着航空救国的志向, 考入中华民国国立中央大学, 也就是现在的南京大学的工学院的前身。 1944年, 徐顺瘦被派往美国学习飞机设计技术, 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 怀抱着对祖国的一片赤诚, 徐顺瘦决心把自己的心血全部投入到新中国的航空事业当中。 1951年4月, 航空工业局在沈阳成立, 三个月之后签至北京, 北京市古楼西大街158号, 这座不起眼的小院, 就是航空工业局的办公地点。 来到这里, 徐顺瘦被分配到技术科担任工程师, 然而他接到的第一项任务不是设计飞机, 而是修飞机。 为了满足抗美援朝飞机零配件的供应, 航空工业局专门设置配造科负责零部件生产, 以满足飞机修理的需要。 而当时志愿军所用的飞机都是前苏联援助的, 大量的技术文件都是俄语, 因此技术科唯一精通俄语的徐顺瘦就成为翻译材料绘制图纸的博尔人选。 在这期间呢, 由于工作出色, 他被升任为设计科的科长。 时间转眼到了1954年, 经过三年的历练, 徐顺瘦开始独当一面了。 1954年4月1日, 在徐顺瘦主持下, 南昌飞机制造厂开始尝试对苏联的雅克18进行仿制。 雅克18是苏联在二战后生产的一种双座初级教练机, 是中国中军训练的基本机种。 经过半年的试制, 第一架飞机仿制成功。 1954年7月3日, 中国仿制的雅克18首飞成功。 这标志着我国已经初步具备了自行设计和制造飞机的能力。 得到消息后, 机动不已的毛泽东主席亲自给南昌飞机制造厂写了一封加冕信。 我们来看一看, 信上是这么说的。 祝贺你们是之第一架雅克18型飞机成功的胜利。 这在建立我国的飞机制造业和增强国防力量上, 都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希望你们继续努力, 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 进一步掌握技术和提高质量, 保证完成正式生产的任务。 毛泽东。 然而, 由于种种原因, 但凡涉及到飞机设计方面的核心问题, 相关专家都闭口不谈。 而且, 他们提供给中国仿制的飞机, 都是早已经停止生产的信号。 他连工艺装备都一起卖给我们。 这是说明什么呢? 你靠人家的话, 永远是跟着人家走, 而且是落后人家一带。 徐顺寿心里很明白, 飞机设计的核心技术不可能依靠外国, 只能够靠自己的力量闯出一条血路。 新中国要想自主研发飞机的整机设计, 就必须建立自己独立的科研机构。 于是徐顺寿向航空工业局的领导提交了申请。 1956年8月, 航空工业局发布命令, 决定在沈阳112厂建立了飞机设计师, 并且任命徐顺寿为主任设计师。 选拔人才, 组建团队。 挑选出了70多名大学毕业生, 平均年龄只有22岁。 仿制米德, 发现缺陷。 在自主设计的时候, 一定不能为米德论。 大揭秘正在为您解密。 刚才我们讲到, 在航空工业局的命令下, 中国决定建立第一个专门的飞机设计机构, 飞机设计室。 这里呢就是沈阳112厂院内一排气质多年的小平房, 而这呢正是当时设计室的办公场所。 这和徐顺寿当年在美国学习的时候的设计室那真是有着巨大的差距。 尽管办公条件简陆, 但是徐顺寿干净十足, 他亲自动手带着大家一起按照必要的标准和要求, 对这几间小平房进行了改建。 在完成对设计室环境的布置同时, 徐顺寿开始着手组建团队。 当时徐顺寿手下只有三十多名设计员, 可是一个飞机设计室的基础团队至少需要一百人左右。 徐顺寿该从哪发掘出这么多的专业人才呢? 1952年, 新中国为了培养自己的航空人才, 专门成立了南京航空工业专科学校和沈阳航空工业学校, 学至四年。 而这一年正好是这两所学校首批学生毕业的时候, 徐顺寿决定到那个地方去选拔一批人才。 临行前, 大家专门召开了一次会议, 讨论招考事宜。 最后呢, 徐顺寿在设计师的黑板上写上了三个词, 成绩, 爱好, 进取心。 按照这三条标准, 徐顺寿挑选出了七十多名大学毕业生。 这只代表当时中国飞机设计最高水平的团队, 平均年龄只有二十二岁。 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 徐顺寿开始孕育新中国的 第一架飞机。 徐顺寿认为, 设计一架新飞机要从实际需求出发, 并在可能的技术条件下, 尽量向国际先进水平看齐。 当时, 螺旋桨飞机的技术已经落后, 喷气式飞机的速度可以达到它的4.6倍。 二十世纪中间航空, 喷气是一个台阶, 上了喷气以后, 整个的技术是有全新的面貌。 在国际航空阶上认为是进入一个喷气时代, 所以这是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技术的台阶。 那么我们新中国设计第一架飞机, 这应该是喷气式的。 当时空军航孝普遍使用的螺旋桨, 后三点起落架式的亚克11中级教练机, 已经满足不了喷气式飞机的训练要求。 徐顺寿综合考虑后, 最终选定的设计机型为亚音速喷气式教练机。 因此这架准备研发的飞机被命名为歼击教练机一型, 简称歼教一。 1956年10月, 徐顺寿拿到上级的批复, 他知道接下来要有一场硬仗大了。 当时设计室里的大部分人是刚刚毕业的大学生, 虽有满腔激情, 但毕竟经验不足。 为此, 徐顺寿专门编制了一本设计员手册。 同时, 徐顺寿要求设计师尽可能收集飞机设计资料, 供大家参考。 看资料, 资料很多嘛, 俄罗斯资料, 苏联的资料, 美国的一些图片, 就是要求设计人员, 老子里面要有越多越多的, 陈述的飞机的形象和细节越好。 这就是他的理论, 叫做速度弹势三倍速, 不会赢也会赢, 就是选手的理论。 1956年7月, 瀋阳飞机制造厂刚刚仿制成功苏联的米格时期, 喷气尖击机。 设计人员对米格型飞机非常的熟悉, 因此呢, 不少人建议就参考米格时期的相关标准来进行设计。 但是, 徐顺兽心里明白, 米格型飞机存在很多缺陷, 在自主设计的时候一定不能唯米格论。 那么, 米格的设计缺陷主要在哪里呢? 我们来看看啊, 这架飞机呢, 就是米格时期, 它最显眼的标志就是机头的地方有一个圆形的大窟窿, 空气从这个地方吸入机身, 被压缩之后呢, 再喷出, 这就是喷气式飞机的动力来源。 当时前苏联的喷气式飞机都是采用这种机头进气的方式, 但是徐顺兽却认为这是一个严重的缺陷, 因为机头呢一般都是飞机安装雷达的位置, 而采用机头进气的方式, 风速对雷达产生严重的干扰, 也就没有办法安装雷达了。 飞机没有雷达, 就像人失去了眼睛, 能否随时掌握战场动向, 这一点对战斗机而言是至关重要的。 解决这个难题, 对未来设计高性能飞机有着重要指导意义。 经过几个月的摸索, 徐顺兽想到了一个完美解决方案, 就是从机头进气改为从机身两侧进气, 这一技术方案成为了国际主流。 之后, 美国的鬼怪战斗机, 苏联的苏-25都是采用这种进气方式。 为了让自己设计的飞机更适合我国飞行员的需求, 徐顺兽常常带着图纸到部队征求意见。 有一次, 一名飞行员向徐顺兽反应, 他说, 在他们驾驶苏联飞机的时候, 飞机的座舱盖很容易顶到头, 而且操纵手柄握起来也很不舒服。 旁人听来呢, 这些不过是无关紧要的小问题, 但是徐顺兽却牢牢地记在了心里。 回去之后, 徐顺兽经过反复研究, 终于发现了问题所在。 原来, 那个时候, 中国飞行员驾驶的飞机都是从苏联引进的, 而这些飞机都是按照苏联飞行员的体格特征进行设计的。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细心的徐顺兽专门安排了一位设计员, 去收集了1400名中国飞行员的身材数据。 经过科学的统计与分析之后, 徐顺兽将尖叫一的座舱高度适当地增大, 同时缩小了这个手柄的尺寸。 这样的设计更适合咱们自己的飞行员。 就这样, 历时五个月的时间, 徐顺兽将尖叫一的几项核心技术问题全部都做了妥善的解决。 那么接下来, 整机设计工作就进入了外形设计的阶段。 没想到, 就是在这个时候, 尖叫一的设计方案遇到了一个大难题。 设计进入尾声, 方案遭遇意外。 我们宁可购买苏联的飞机, 以不要你们的尖叫衣。 同纸完成, 准备投产, 测试结果迟迟未到。 飞机都已经上生产线了, 如果大改, 一定会造成巨大的损失。 大揭秘正在为您解密中。 1957年3月, 尖叫一的设计工作进入尾声, 按照国际惯例, 这个时候都会制作一架木制的样机供各方审查。 但是当时中国没有设计飞机的经验, 也从来就没有人做过木制样机。 设计署的工作人员画得了图纸, 修得了飞机, 可这木工活难倒了他们。 徐顺兽左思右想, 最后请来了一位名叫陈明生的八级木工, 拿出几张尖叫衣的图纸和一些外国木制样机, 他们带着一个木工组, 巨子、 稻子、 枣子 轮番上阵, 仅用了一百天就把样机给造出来了。 听说飞机的木制样机做好了, 工厂里的试飞员都跑来观察这架样机。 当机库的大门打开的时候, 坐在座舱里的驾驶员能够看到外面的跑道和远处的地平线, 仿佛这架木制的样机真的能够飞起来一样。 1957年9月, 徐盛寿满怀期待的迎来了由空军订货部副部长带队的审查组。 没想到, 五天后结果出来了, 空军科研处的一位负责审查的处长竟然说, 我们宁可购买苏联的飞机, 以不要你们的尖叫衣。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在审查组看过样机之后呢, 认为飞机啊太过笨重, 很难实现高难度的动作。 这样的评语不免让人有点垂头丧气。 但是, 徐盛寿很快恢复冷静, 并且召开了一次会议。 在会上, 徐盛寿鼓励大家要听取军方的意见, 再改改, 争取呢让方案在下次的审核当中啊能够通过。 根据意见, 设计师对飞机方案进行了修改, 缩小了邮箱的体积。 两个月之后, 经过改造的样机, 开始接受第二次的审查。 就在这次审查中, 航空工业局的领导将尖叫一的整体方案, 交给了前苏联的中央流体动力研究院, 请他们来评审。 前苏联的中央流体动力研究院, 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飞机设计研究机构之一。 前苏联国内设计的飞机, 必须通过这家研究院的测试, 才能进行生产。 如果能通过这家权威机构的审核, 那就意味着徐顺兽的设计方案真正合格了。 那么对于这样一场大考, 初出茅庐的中国团队会拿到怎样的成绩呢? 徐顺兽急着等结果, 而沈阳飞机厂制造车舰的同志们比徐顺兽还要着急。 此时飞机的设设计图纸都已经发到工厂, 就等着生产了。 可这个时候, 送去前苏联评审的方案还迟迟没有收到答复。 在他们几次三番的催促之下, 徐顺兽果断决定, 开始投产。 虽说这一次徐顺兽对自己的作品信心满满, 但是结果回来之前谁也不敢打包票。 就在大家边生产边等待的时候, 1958年春, 前苏联专家的评审意见终于回来了。 前苏联方面对尖叫一的总体评价叫好, 但同时指出, 飞机的水平尾翼设计不够合理, 可能会造成飞机失速, 应该进行修改。 这个时候飞机都已经上生产线了, 如果大改, 一定会拖延工期造成巨大的损失, 怎么办? 从这一天起, 徐顺兽就把自己的铺盖行李 拿到了设计室。 窗户下的这张桌子既是他的办公桌, 同时也成了他的餐桌和床铺。 他下定决心, 一天不解决问题, 就一天不离开飞机场。 一般人在观察图纸时, 都是正式曲线, 而徐顺兽却是用斜策的目光, 透过不同角度来观察曲线。 就这个曲线啊, 这个曲线, 你要这么看, 听广告话, 但是这里边要有坑, 要有骨钱, 你看看不见, 怎么办呢? 你要不这么看, 这曲线短了吧, 对不对? 在东京把曲线压缩以后, 这里边坑坑洼洼就看得非常清楚了。 毛主席时刻关注着我国自主设计飞机的情况, 1958年春节刚过, 便亲自来到沈阳飞机制造厂试查, 主席的到来让工厂里欢声雷动, 此时尖教医的试制工作正处于最后的公关阶段, 老主席与工厂的技术人员亲切交谈, 询问工程的进展, 希望能够尽早地看到我们中国人自己设计生产的喷气式飞机。 1958年7月24日, 尖教医的第一架样机101号机完成总装, 从发完生产图纸到首架样机总装完毕, 前后只用了不到100天的时间。 7月26日, 在人群的簇拥下, 第一架下线的尖教医等待着首次飞行的检验。 担任试飞员的, 是毕业于空军航校, 后来曾担任过空军司令员的余震武。 这是一个万众瞩目的时刻, 当余震武坐进驾驶舱准备起飞的时候, 之前的喧闹声仿佛一瞬间全部停止了。 在场的设计员和工人们都并住了呼吸, 目光全部都集中在了这架银银的身上。 中国自行设计的第一架飞机, 究竟能不能够飞起来呢? 伴随着指挥台升起的绿色信号弹, 肩脚一加速前进, 轻盈飞上了蓝天。 闲前紧张的心情, 随着飞机成功起飞, 瞬间转换成了兴奋与激动。 喷气机的轰鸣声, 人的掌声和欢呼声汇聚到了一起, 声望此起彼伏, 经久不息。 从1956年10月开始研制, 到1958年7月首飞成功, 中国的第一架飞机只用了一年零九个月, 肩脚一开创了新中国飞机自行设计的先河, 实现了从纺织到自行设计的过渡, 标志着我国的航空事业, 自此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作为总设计师的徐顺兽, 也被人们称为中国飞机设计的一代宗师。 尖叫一的成功, 开创了我国自主研制军用飞机的历史。 那么在航空工业上, 另一个重要的分支, 民用航空上, 我们又如何实现零的突破呢? 1963年12月13日, 这是一个新中国外交史上至关重要的日子。 这一天, 周恩来总理率中国代表团, 开始了对亚非欧14个国家为期两个半月的友好访问。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次重大外交活动, 因此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 然而, 在个别境外媒体的报道中, 还是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声音。 有一家外国媒体在报道周总理此行时, 说了这样一句话, 中国是一只没有翅膀的鹰。 这是什么意思呢? 当时世界主要大国的领导人出访, 几乎无意外地乘坐自己国家生产的飞机。 而周总理出访时乘坐的是一架从荷兰租赁的客机。 其实, 早在上世纪50年代, 中国已经开始了对松花江一号、 和平401号等小型客机的研发。 但小型客机, 无论是载客人数、 飞行时间、 还是安全性能等方面, 都无法满足。 跨国航空的要求。 迟到1970年7月, 毛泽东主席在视察上海时表示, 以当时的技术条件和上海的工业基础, 可以开始着手大型温气式客机的研制了。 随后, 党中央国务院向上海市委下达了指示, 尽快计计。 尽快设计一架专机。 接到指示后, 上海方面, 立刻组织召开了一次会议, 会议的地点就选在上海靖安区的延安饭店。 因为这项任务是在1970年8月下达的 所以这个项目被称为708工程 飞机代号运石 就在708设计组成立的当天 工程负责人特地向周总理请示 必须要把一个名叫马凤山的人调过来 马凤山 十年41岁 当时担任西安飞机设计所副所长 他出身于江苏无锡一个农民家庭 高农毕业以后 马凤山报考上海交通大学航空工程系 成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航空人才 那么马凤山为什么会成为708设计组指定的专门人选呢 这就不得不说起航空工业领域人人皆知的 马凤山笔记 1959年 课堂上讲的这些东西啊你们不用记 这些资料呢会全本的发往中国 因此呢绝大多数的同志也就放下了手中的笔 只管专心的听讲了 可是等到回国以后 大家左等右等相关的资料却迟迟没有发来 通过五国驻苏大使馆的交涉 苏联方面解释 图16是当时苏联最先进的轰炸机 它的主要设计工作是由图波列夫设计局和苏联中央流体动力研究院完成的 卡山工厂只是图16的一个复制厂 并没有飞机的设计权 因此他们无法将全套资料交给中国 就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 马凤山从随身携带的书包里边翻出来一个笔记本 这个笔记本是又大又厚 是当时苏联生产的一种软皮学生练习本 大伙翻开这么一看 这个笔记本里边全部都是马凤山在苏联学习期间记下的笔记 原来马凤山在去苏联考察前自学了俄语 做了充分的准备 再加上他专业功底深厚 因此他在听课的时候 能够慧眼识珠抓住关键 像海绵一样将所有重要的数据全部都记录下来 从此以后 这本马凤山笔记成了深藏在保密室中的绝密级文件 设计员要经过正审和层层的审批 才能够一睹方容 而且这本笔记绝对不允许在外过夜 也不准摘入 在中国纺制图十六的科研工作当中 这本马凤山笔记可以说是功不可没 正因为如此 马凤山作为周恩来总理清点的人选 从西安奔赴上海投入运石项目的研发 然而马凤山要面临的是一项前所未有的重任 大型喷气客机也就是俗称的大飞机 使的是起飞总重超过一百吨或拥有一百个座位以上的飞机 像美国的波音 欧盟的空灯客车都是世界著名的大飞机 大飞机的制造绝不是简单的将小飞机放大 因为随着飞机变大 许多结构和系统都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当时只有美国和苏联掌握了大飞机的核心技术 并且在全球实行了技术垄断 因此呢 对于年轻的中国航空工业来说 研制大飞机完全是从零开始 运石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 就是飞机的发动机该安在哪里 当时708设计组出现了两个意见 一种意见是采用苏联图石榴的方式 把发动机安在机身的两侧 这种方式的好处在于呢 中国曾经对这种机型进行过仿制 对制造技术相对熟悉 而且负责人就是马凤山 但这个意见呢 也遭到不少人的反对 因为这种布局是为轰炸机设计的 如果把它做成了客机 那么飞行的时候 机舱内的噪音会特别大 他们的意见是参考国际上最先进的大飞机 也就是波音707的方式 把发动机安装在机翼上 可是难度在于中国从来就没有接触过这种技术 两种针锋相对的意见 需要马凤山做出决定 经过慎重考虑 马凤山决定采用类似波音707的总体布局设计方案 在马凤山做出了这个影响运势 未来命运的重大决定之后 项目组正式开始投入研发 从全国各地的飞机设计所和飞机制造厂中的抽调的300多名技术人员 组成了一支科研队伍奔赴上海 可是当大家兴冲冲的赶到上海之后才发现 他们面临的第一个难题并不是专业的技术问题 技术人员骑去上海 各项工作步入正轨 国内却突然出现了要喊停运势的声音 历时四年 苦心研制 首架飞机顺利出场 这架飞机的命运将是被彻底的摧毁 由于当时条件艰苦 从全国各地抽调来的300多名技术人员 只能够借住在上海一所卫生学校的宿舍里 当时啊 大家连一间像样的办公室都没有 更别说专门的设计室了 大家总不能挤在床檐边上画图纸吧 几方考虑之后呢 马凤山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鼓励大家因地制宜 把食堂啊开辟成了大伙的工作间 大家把几张桌子这么一拼 就成了工作台 到了饭点呢 大家把图纸一收 直接开饭 吃完饭以后呢 大家擦擦桌子 铺好图纸 继续工作 因为几百人都在一个大厅里 为了互不影响 技术员们还想出了不少办法 这个面积都不够了 所以我们还找到一些 这个装运飞机到修理厂来修理的 大的木箱 就在木箱里头 就成为我们某一个设计组 是在这个木箱包装箱里面 尽管如此 大家还是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困难 上海的夏天呢 酷热难当 而且呢 一到半夜呢 就蚊虫成群 为了不被蚊虫叮咬 工作到深夜的设计员们呢 就用报纸 把胳膊肘啊 还有腿啊 把它给包起来 直到一年多以后 设计所借用了上海龙华机场 一座闲置的后机楼 才算是解决了工作场所的问题 1972年 中美关系破冰 美国总统尼克松 乘坐着专用座机空军一号 对中国进行了正式的国事访问 而在访问期间 我国接待用的飞机 只是苏制的伊尔十八 这是一种苏联在1955年设计的短程客机 事后各别境外媒体借题发挥 做了讽刺挖苦的报道 这一切啊 马凤山是看在眼里 急在心里 他觉得不能够让周恩来总理 坐上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大飞机 就是中国航空人的耻辱 他下定决心 一定要让运石早日的飞上蓝天 可就在这个时候 国内却突然出现了要喊停运石的声音 研发工作刚刚进入正规 为什么要喊停呢 大型民用飞机的研制 是高技术 高投资和高风险的产业 此前呢 中国也没有自行设计大飞机的经验 如此耗费人力物力财力的项目 万一失败了 您说怎么办 把这个责任交给谁 这个时候呢 有人提议 不如先购买一架国外的大飞机 通过仿制积累经验之后 再尝试自主研发 对于这个提议 周总理直接就表示了反对 他希望运石项目继续下去 希望中国的航空事业 能够在国际上占据一席之地 在周总理的支持下 总共有来自全国21个省市自治区的262个单位 一同参与了运石的研制工作 1972年12月底 飞机总体方案完成 第二年 结构系统的打样设计工作完成 1975年6月 总计14万份飞机设计图全部完成 1976年7月 在上海大厂机场的一个车间里 运石终于进入组装阶段 工人们开始进行零部件的拼接 随着两侧机翼的安装完毕 中国人自己设计的第一架大飞机的身影 终于展现在了人们的面前 看着自己设计的飞机被拉出厂房的时候 马凤山的心情除了激动之外 却还产生了一丝的忧伤 因为这架飞机的命运将是被彻底的摧毁 可能有观众会问 大家耗费巨资 费尽了心血好不容易研制出来的大飞机 为什么要毁掉呢 原来在实际飞行的过程中 随着飞机持续向上爬升 机身承受的压力将会越来越大 运石的设计是否合格 就必须通过净力试验来验证 这种试验飞机将在试验中遭到彻底的破坏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测算出飞机所能承受的最大压力 在陕西要线的一个研究所里面 运石在这个地方被重新的拼装起来 机身上还悬挂了许许多多的钢丝 这是为了模拟在飞行的过程当中所承受到的压力 如果在测试当中机翼折断 这就意味着运石的设计是失败的 当测试开始的时候 现场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 静静等待着实验的结果 可以形容那么大的大厅 那么多人 就是当时掉一个针都能清见生日 可以想要大家的心情 最终经过测算 运石顺利的通过了实验 1980年9月26号清晨 马凤山和研制组的同志们一起 乘车来到了上海的大厂机场 这一天呢 是马凤山期待已久的运石首飞的日子 机场人头攒动 工人们争着抢着 想亲眼目睹自己的产品升空 为了给运石争取到这个机会 马凤山多次对组织表态 他可以立下军令状 保证运石首飞成功 并且愿意在首飞的时候 随机组上天 用自己的生命来做担保 现在 马凤山终于等到了这一 激动人心的时刻 随着机库大门打开 中国航空工业史上 最大的一架飞机出现在人的眼前 在阳光的照射下 运石飞机的金属机身闪耀着漂亮的光辉 高大的机尾上巨大的五星红旗和万石的标志引人注目 在试飞员的驾驶下 运石首飞成功的消息引发了全世界的瞩目 英国路透社对此评价 在成功研究出自己的大飞机后 再也不能把中国视为一个陆后国家了 美国波音公司总裁桑顿·威尔森 则对中国的设计员说 现在你们毕业了 而我们只不过是比你们早几年毕业 的确 运石首飞成功 是中国航空工业史上一个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 因为它的诞生 标志中国成为美苏欧之后 世界第四个掌握大型飞机设计与制造的文件 首飞成功 运石命运遭遇挫折 由于没有了资金的投入 运石工程不得不平摆 垂心起飞 西藏旧灾不如使命 这次任务呢 也成为了运石的绝场 开创历史新型飞机横空出世 请继续收看湖北问世大机密 中国航空 运石首飞成功后 陆续做了一些常规测试项目 并且还对国内的一些城市做了适应性的飞行 比如啊 从这个上海出发 北上越过长白山 直达哈尔滨 通过这条航线呢 测试了飞机对寒冷地区的适应性 之后呢 运石又返回上海 满载着记者飞向乌鲁木齐 这是我国东西巷最长的航线 运石依然出色地完成了是非的任务 然而就在运石翱翔蓝天之时 他的命运也在悄悄地发生改变 对于一家民用客机而言 决定他命运的除了技术指标外 还要看他能否产生经济效益 1983年10月 国家计划经济委员会召开了一次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 民航总局指出 波音公司新推出的737飞机 在应用性和安全性等方面 又上了一个新台阶 在市场上大受欢迎 而和运石规格相似的波音707飞机 此时已经停产 因此民航总局出于市场因素的考虑 做出了不会购买运石的决定 此后虽然没有发布文件正式通知 708工程终止 但是由于没有了资金的投入 运石工程不得不停摆 也许未来运石的命运 就是这样静静地躺在机库里了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 半年之后 运石重新起飞 在祖国的蓝天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1984年初 西藏遭遇了十几年不遇的特大雪灾 许多牧民还没来得及做过冬准备 铺天盖地的鹅毛大雪就提前到来 大量牲畜被冻死 许多地区的粮食供应也被迫中断 西藏遭遇雪灾的消息很快传回了北京 国务院决定立刻展开救援 然而大雪封山 有的路段的积雪深达两米以上 汽车根本就开不进去 鉴于这种情况 国务院决定通过空运的方式将救灾物资送往再去 当时负责运送救灾物资的是军用运输机运8型 运8仿制的是苏联60年代的运输机 货舱容积相对较小 运力有限 在得知这一消息后 马凤山主动请站 希望国务院能批准运时参与这次高原任务 回电来了 说你们先四航 四航没有问题 再按照你们的计划做 你们担任这项任务 即使跟空军跟民航保持联系 我们得到了那个电报以后 就放鞭炮啊 庆祝啊 因为批准了 在得到中央的批准后 二十多吨的救灾物资被装上了运石 准备从成都起飞 尽管运石呢 曾经飞过哈尔滨 遭受过冰雪环境的考验 但是这次飞往拉萨 航线的情况更加个例 运石能够顺利的完成任务吗 在前往拉萨的途中 运石飞在一万多米的高空 底下全是连连起伏的雪山和云层 经过了两小时的飞行 运石终于安全抵达拉萨的贡嘎机场 当我们走下飞机以后 厂站的政委就是来迎接我们的 他一看到这个飞机 他就问这是哪个飞机 那我就跟他说了 这是我们自己研制的大型科技叫运石 他从来也没清手过 也没看过 而且这是我们果然能研制这么大的飞机 他还很高兴 首次成功的飞抵拉萨以后 运石又连续六次进葬 出色的完成了原葬任务 而这次任务呢 也成为了运石的绝唱 在完成任务之后 运石飞机被运回了他的诞生地 上海飞机制造厂 默默的停在宽大的厂区里 守候着中国航空工业的未来 2007年 中国重新启动大型飞机的研制计划 运石终于等来了他的继任者 今年11月2日 中国商业飞机总装制造中心 在位于上海的浦东厂房内 为C919总装下线 举行了隆重的中国大飞机首次下线仪式 当天首要参加仪式的中外来宾和媒体记者近2000人 来访车辆近百辆 在此之前 C919的订单量就高达517架 时隔近半个世纪后 中国航空制造业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 中国大飞机翱翔天际的日子终于来了 遗憾的是 中国大飞机的先驱马丰山先生 已经在1990年与世长辞 当运石副总设计师马丰山当年的战友 程布什出席仪式 看到C919亮相的时候 当场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凝结在中国老一代航空人的心血 终于得到了传承